人生当中总是有你能力所不及的范围 但是如果在你能力所及的范畴内 你尽到了自己全部的努力 那你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 也许他们会明白莫伯苍的一句话 生活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 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 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了自己的想象 有时候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 有时候你发现自己咬着牙 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 人生当中成功只是一时的 失败却是主旋律 但是如何面对失败 却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样子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 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我想真正的成熟应该并不是追求完美 而是执念自己的缺憾 这才是生活的本质 罗马罗兰说过的 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 并且仍然热爱它